我们新能源专用的一个水冷机组常见的问题呢 首先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导游戒指 我们一般使用导游戒指呢是防冻液 针对的一个温度范围呢是零下40到100度 在低温零下25度的时候呢 流量呢就会比正常的温度呢要小很多 低温下我们防冻液的粘度呢就会变大 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制冷功率 像新能源电池包水冷机组的一个客户呢 往往需求的一个制冷功率呢不会超过38000瓦 同源度会偏小 如果有需求90千瓦的也是分成四台设备 每台设备的一个制冷功率呢一般会选择25千瓦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设备温度控制和流量控制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一个水冷机组的一个内循环呢 是用来控制我们的温度 外循环呢是用来控制我们的流量 还有我们的压力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产品有水冷和风冷 就实际使用来说的话 水冷的话受环境影响的会比 就实际来说的话 风冷呢受环境影响会比较大 水冷呢要提供我们的一个冷却水 一般要稳定提供20度或者25度的一个冷却水 水温过高或过低呢 都会影响我们设备的一个制冷加热的一个速率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